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今天我们要去逛的集市是在云当省昆明市海市区 是一个比较大的集市叫龙头街集市 我现在正在前往的路上 可以坐地铁二号线 在市区里面可以坐地铁二号线 然后到龙头街站 大概走一公里 或者是骑一个共产党车就可以到了 我们已经到达龙头街集市了 这个集市是在一个空旷的大厂地上 然后旁边还有魏王公的房地产项目 在集市的幕后 商贩们的车辆静静地排列着 成为这个繁忙市场的初始场景 这天清晨 他们很早便开始了一天的准备 停车卸载布置摊位 每个人都忙碌着 在这个即将熙熙攘攘的市场中 占据一席之地 这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开始 预示着又一个充满交易和交流的日子即将开启 毛豆腐一种源自安徽的传统发酵美食 据说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末年 当朱元璋攻下徽州后 当地人以豆腐犒劳降势 不料豆腐因天热发霉 长出白色褐色绒毛 为避免浪费 朱元璋命厨子用油炸焖烧后 毛豆腐反而成为一道独具风味的美食 这种豆腐通过特殊黴菌发酵而成 不仅拥有独特风味 也富含营养 这家的玉米饼采用的是一种传统而淳朴的制作方法 选用新鲜玉米 经过研磨变成细腻的面糊 再巧妙地利用玉米叶将其包裹 形成了简易而天然的外壳 随后将这些玉米饼被放入蒸锅中慢炖至熟透 这样制作出的玉米饼不仅保留了玉米的原始风味和营养 更彰显了一种回归自然 简单健康的生活方式 现在是早上还不到9点 是8点50 然后人已经是非常多了非常热闹 我就说闻到什么味道 原来是火烧茄子的香味 老板正在制作的 是来自西双版纳的传统美味火烧茄子 首先将鲜嫩的茄子与青红辣椒 一同放在烤架上烤 在高温的烘烤下 不仅激发出茄子与辣椒的特别风味 还增添一抹烟熏口味 这样独特香气再搭配老板切剁的声音 让路过的人不自觉的被吸引 不由自主的向这里靠拢 其实火烧茄子的做法不算复杂 首先老板将烤好的茄子剥皮后 和青红辣椒分别切成块状 一起放入木舅中 接着加入洋葱香菜 酱油 小米辣和蒜蓉 还有一些调味料 最后挤入新鲜的柠檬汁 并搅拌均匀 使各种风味融合 这看似简单的烹饪过程 实则展示了老板对食材和味道的精准把控 现在阿姨真的拿着这种季菜 挺受欢迎啊 这个 拿走了 全部卖光 这个是多少钱一斤啊 这种季菜 20 20一公斤 这种老式的夺秤已经很少见了 一斤二两 一斤二两 哇 这个是油箱巴巴 三块钱一个 五块钱两个 对对 哦 那么抛 油箱巴巴 回煮美食的经典之选 其制作方法也颇为有趣 老板取了适量面团轻柔后 放入专用的小模具中 然后仔细擀薄 在和面的时候已经往里面加入少量红糖水 面也是醒发好的 然后将模具和擀薄的巴巴放入沸腾的油锅 在热油的杂质下 面团瞬间膨胀 此时持续的往面团上淋油 让其变大变圆 带杂质两面金黄 就可捞出粒油 略为冷却后即可品尝 咬上一口 油而不腻 红糖甜香四溢 令人回味无穷 油香巴巴 不仅是一道小吃 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每一口都让人深深感受到回煮美食的魅力 然后这边正在做的是包补巴巴 三块钱一个 这是田桥的 哦 这个是桥的 这个是田桥的 那个是很桥的 就是有饭糖的 没饭糖 对对对对 这是加糖的 那历史的没加糖 都是三块钱一个啊 这个都是三块 玉米的也是三块 老板给我来一个这个嘛 买了一个玉米饼三块钱 很有嚼劲 然后玉米的香味很好吃啊 新辣椒 红辣椒 都是五块钱一公斤 现在摊主正在制作的大饼 叫关渡巴巴 关渡巴巴是昆明关渡区的珍宝 属于一种传统面饰家品 它也是云南深厚文化的味道传承 关渡巴巴有两种不同的风味 一种是纯净的面巴巴 就是现在看到的这种 另一种则是融合了芝麻 花生 核桃等精心摩细的果仁和白糖的馅料巴巴 每一口咬下去都是满满的幸福感 来一个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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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江的面袄 七块钱一公斤 橘子六块钱一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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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与蓝莓相似的小果子叫红果参 也叫蜘蛛果 在云南高原的矮冠虫上生长 它的成熟期长达十年 在当地是一种较为珍贵的水果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也许你吃过智利的车离子 美国的菠萝莓 但你不一定吃过云南的红果参 大海以前很不见的这种水果 原来也有呢 你给我买一块钱 只不过原来就比较贵 原来就买一块钱一块钱 现在呢 现在三十块钱一公斤 三十块钱一公斤 所以那东西你说的便宜 是的是的 这位老人家卖的是米粮虾 属于云南小吃 以米浆加食用碱煮至透明凝固 形成虾形状而得名 可加玫瑰酱 红糖木瓜水等食用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九点四十 人开始越来越多 您好 这个是蚂蚱吗 蚂蚱 蚂蚱 这个是买回去当药还是炸了吃 炸了吃 这怎么卖 这才全面是va 60块钱一蛋 20块钱一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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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吉上的话 每天都可以吃到出锅 天天就吃 吃饭了 现在要出锅了 没有 还要炸一道 还要再炸一道 好吧 这个是用面 然后裹在肉上面 鸡蛋 哦 面 鸡蛋 哇 奇怪了 你先吃 你先抢个巧克 我们家买的是质量的 嗯 都是个兄弟来买的 我在这里啊 老板帮我撑半斤 鸡肉 现在这锅正在炸的是肉皮 哇 才下锅马上就抛起来了 这个大铁锅直径都还有一米多了吧 不知道 还在推锅买的是最大的铁锅 哦 哦 这个肉皮只炸一绕就成型了嘛 就是成型的啊 嗯 这个是要加工成半成型 哦 哎 好 好 待会我转钱 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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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酥脆 非常酥脆 很香 这一汤是脆皮五花肉 摊主的刀法咸熟 每一刀落下 切在脆皮上的声音清脆悦耳 这样有节奏感的声音 仿佛是在演奏一曲肉的交响乐 这样的肉吃起来一定酥脆可口 售价也只需20元一条 颇具性价比 这个是火山食烤茶 川普 大啦这个是什么卖啊 五块钱一个 九十块 这个是藕园子 纯藕的 四十二块钱一公斤 我炸起来给他炝炸热热热热 新鲜的莲儿 然后插成面 真材实料 再用油 然后现场炸出来 这个摊位的摊主正在制作另外一种玉米饼 这是通过油煎的方式来烹饪 摊主特制了一种剂量模具 用这种模具可以准确地将玉米糊滴入煎锅的小格子里 这种巧妙的设计加上摊主熟练的操作 让整个制作过程看起来异常舒缓解压 不一会儿玉米饼就出锅了 这些玉米饼是用现场磨制的新鲜玉米为原料制成的 老板煲了个机器人让他推磨 摊主还弄了个机器人来推动模式 这样的创新应该可以吸引更多目光 大锅卤豆腐 大锅卤豆腐 生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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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菜 纯天染绿色 食品 无光 海 耀 全部都是明码标价 这个是什么东西 细的胡萝卜 请问一下这种是什么东西 杀松椒吗 杀松椒 杀松煎 是一种野菜吗 素煎 素煎 就是可以拿回去炒的 是的 还有这个应该是叫唐莲花 对 可以用来煎鸡蛋 然后是粮杏 那老板这个又是什么 水性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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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个名字怎么叫的 就是菜的名字 这是一种水生植物 当地人叫它水性洋花 也叫海菜 可以小草或者和芋头 一起煮汤口感黏黏的滑滑的 这好多野菜都没见过 没见过 是啊 我这个沙冬野菜 是啊 我这个钱多数都是野菜 是自己采来的还是收回来的 收回来的 这个摊位是腌制好的鱼 38块钱一公斤 就拿回去可以炸了吃 对吧老板 对 这个拿回去虾吃 整整个姜窗 哦 姜窗里 有个小食堆 比这个小食堆 就不是姜窗了 这个十年一上 就会有个小食堆 每一条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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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家 每一条的药 就有个小食堆 对吧 这个小食堆 嗯 好好好 打了一些 就是鱼 它成长的时间长了 就会出现这个东西 对对对 时间长才会有个小食的 来赶紧吃 满六十岁那个吃饱不要钱 满六十岁呢 坐公交车不要钱 我的满六十岁呢 我创造问题 自己打个吃饱不要钱 这些应该是药厂啊 不知道这个厂地在飞港籍的时候是不是一个驾校的一个培训厂 反厂地挺大的 药树菇 十块钱一堆 十块钱一堆 茶树菇 十块钱一堆 芦笋 十块钱一把 芦笋 十块钱一把 这种应该是叫白生吧 八块钱一公斤 八十块钱一公斤 是可以拿来怎么吃 炒了吃 西红柿 四块钱一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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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都是卖牛羊肉的 就是新鲜的羊肉 老板你好 新鲜羊肉多少钱一斤 十块钱 十块钱 辣羊肠菇 漫步于熙熙攘攘的集市 你不仅可以领略各式各样的人文风情 还能品尝到那些令人难忘的美食 比如这锅营养而又有嚼劲的羊肉羊杂 它能够喂饱你的胃 同时又温暖你的心 这不仅仅是一顿饭的事 更是人间烟火的温暖体现 时间越到中午的话 羊肉汤的生意会越来越好 现在是早上的十点过时分 人流量很大 广西卧钢六块钱一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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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124块钱一公斤 那么大的包子 大一块一块一块 土鸡蛋一块钱一个 现在西瓜就成熟了吗 这个是麒麟瓜吗 这个是麒麟瓜吗 老板 对 黑纸的麒麟瓜 5块一公斤 超通苹果七块钱一公斤 七块啊 八块少一块啊 哈哈 呵呵呵 不要吃饿了 不要吃饿了 快三哟 你可 你可 三个 火把鸡中 黑皮鸡中 这些都是云南的野生菌 那个鸡中 好吃的 香辣不是麻辣 这个香辣香 云南郁门的咸菜 这种是羊姜 其实在做直播 我拍一拍视频 记录一下 我们这个香结籽的文化 我觉得真 特别多特别热闹 还有这种是叫定菇 各种咸菜啊 民众非常多 很丰富 这一家豌豆很凉粉 生意也是异常火爆 酸甜不酸喽 酸甜不酸喽 酸甜甜 一道流行于昆明 玉西和萌制的地方特色小吃 特别在夏秋季节被所欢迎 这道小吃以其丰富的配料 和全面的用料著称 即酸辣麻甜香等多种口味于一体 提供了独特而滑润的口感体验 成为集市上各小吃摊味 净香推出的美食 云南人把土豆称为羊玉 云南人对羊玉的吃法可太多了 其中有炸羊玉 烤羊玉 老奶羊玉 煮汤煮火锅 炸羊玉丝 炸羊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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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全国人均土豆消费量最高的省份 云南每年消费土豆数量达惊人的百吨级别 老妈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是野菜吗 野生的这种 是药用的还是你拿来做吃的 中药 中药 现在这种是一种小吃 然后是把豆腐烤香了 然后在中间夹一些配料 折尔根 辣椒 折尔根 来 小鹑 咱尔根 或许多 到过 XX55 连椒 折尔根 我给您折尾 这个 你做 他要一个 买的 我 我要一个 老鸣 要做什么 卖的 这个是糯米糖 可以在糯米团里面加油条加糖 然后是三块钱一个吗 五块钱一个 刚这 一块钱一个 再给一个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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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过千万不要冲人 本店公司全部厂加吃销 8元50元15元20元25元 金妹不挪心 这条街都是卖衣服的 衣服裤子裙子帽子靴子 这一家卖的是甜白酒 这一家卖的是甜白酒 阿米瓜8块钱一公斤 8块钱一公斤 8块 这些都是自己摘的啊 啊 哦 说像这种菜的话怎么卖多少钱一斤 土菜是吧 3块钱一公斤 各种花卉植物 这边这个是5块钱一盘 然后这边的都是10块钱一盘 还有卖小鸟小鱼的 我看这些菜都比较受欢迎的 有点像被抢的感觉 要抢才抢得到 俄罗斯金刚剪终身缅磨的剪刀 不行 没办法 这个剪刀要是打的 没办法 你看20的还在买的 25 没事的 我们做这个生意 小本生意实实在在的 能卖就卖不能卖 无所谓的 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烟丝 就是抽这种水烟筒用的 老板拉了一车上来卖 然后这个摊位是他提前就一定好的 危险了 刚才车差点翻了 刚才车差点翻了 摊位都是提前跟市场管理方 然后订好的 这个就叫摩肩接种 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